第五种自在所获之无 过本所求倍倍殊胜 或是你得到的 不是你求的 自自然然得到的 超过你自己的所求 超过太多了 这个本不是一个数字 是形容词 你所获得的福报 与你所求求的功德 我决定你相应 佛的功德大 灭度至今三千年了 你看看现在世界 对佛菩萨的风险 佛菩萨不住室了 要住室那还得了吗 什么原因呢 由于习时不经济故 见世见他 没有贪心 没有吝啬 对于别人 决定没有嫉妒障碍 菩萨念念 成人之美 这是我们应当许的 那么凡看今天世界上 社会人心 大多数经过职责 贪欲 可是我们看到一些人 还是有大富大贵 你细细想一想 那什么原因 过去僧众修集的太后了 她要能够 舍弃贪欲 舍弃谨记 那就像中国古代历史上 我们所看到的 她至少要传个十代二十代 非常可惜 过去修的佛 这一生高贪嗔痴 迷失了子兴 一代就完了 下一代就完了 诸位特别去主义 各个阶层领导人 不仅仅仅是政治上的 工商界的领导人 他能传几代 中国过去 帝王在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 都能传十几代 他在做帝王的时候 他也修德 他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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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善了 接受圣贤的教诲 做臣子的 也懂这个道理 我们同修当中 法龙法师刚刚从苏州回来 在苏州这个地方 大家都晓得 范家了 范仲淫范家 这是做臣子 他知道 他知道 利益三度烦恼 他知道 利益千令基督 一生当中 为国为民 传给他的子子孙孙 都效法祖宗 他们家 一直到今天 都不衰 代代有行人出来 这应光大师 对范家非常赞叹 从此与工商业者 我们看到 属于老字号 也能传几百年 他的生意兴隆 他不会失败 云印在哪里 没有三度烦恼 为社会 为众生服务 不是为贪力 贪财 不是为这个 是为众生服务 自己生活 能过得去 就非常满足了 多余的 都回馈给社会 他这个生意 可以免延 也是免延很多代 凡是违背 深行人的教诲 祖物 不知道修善 前世佛报再大 一生就完了 甚至于还有 这一生都保不住 万年的时候就败了 像我们现在看到 公司倒闭了 破产了 那是福之 博者 父后 可以保住他一生 保不住子孙 这个道理 我们要细细观察 就明白了 才知道 事处事发 总不利 因果 未经许的 就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